碱面馒头 松软Q弹 这是中国北方的特色馒头 500克面粉 8克酱母 10克糖 温水加10克猪油 揉成面团 发酵之后 2.5克碱 加5克热水融化 淋到面上 用手按压均匀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一定要按压均匀 否则做出来的馒头 或像这样子是失败的 用手将它揉成面团 放在锅中醒发至1.5倍大之后 将它蒸15分钟 再焖5分钟就做熟了